它已经对file upload 进行了封装 所以说我们写起来 就比传统方式要简单了 那你现在只需要写这一段代码 就可以完成文件的上传了 但是文件上传完了以后 你要注意 你得把文件上传的路径 再存入到数据库当中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做这儿 要做第三步 要将我们文件上传的路径存到哪儿 数据库中 那怎么往数据库里面去存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修改谁了 实体还要修改映射 对吧 那你现在修改实体的话 你得在实体这儿 加一列了 再加一列了 比如说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吧 再给它加上一列 写个啥呢 叫cast image 就是客户的资质的一个图片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它生成 get sense 对吧 到这儿啊 把这个也给生成一下 那现在我们的实体里边啊 就又会多一个谁呢 多一个这个了 就是到这儿 多了一个image的这个属性 好了 那现在实体搞定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映射 我是不是也应该在映射里边去多加一个属性啊 对不对 叫cast image 这边呢 也是cast image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也加好了 那这个映射也加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改代码了 你得把这个值呢 就是那个路径最终放到哪儿去 是不是得放到这个字段上 那怎么做 那这时候我们要修改 文件上传的这个代码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到这边 当我们如果它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需要干啥呀 设置 设置image的这个属性的值 那也就是说 你得在这儿 自己手动去封装这个cast image 对不对 是不是得设置它 那这个值是谁呢 是谁啊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路径 加上这个UID啊 对不对 那就是它 那就是它 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 就是给单独提出来 然后放到这里边 那现在一旦是这个属性有值了 那你下边在sale的时候 一保存 是不是就进到数据库了 对不对 就进到数据库了 而且我们这边一保存成功 我这儿应该来个什么 sale success 对不对 那么好了 我们到这边给它配置一个跳转 就是你一保存完以后呢 我们让它去哪儿啊 下边 这儿来个sale success 那sale success 那sale success保存成功以后 我们应该让它ready rack action readyrack 对吧 然后去哪儿啊 去我们的custom find and all 点 action 还让它去这个路径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当然 你现在的数据库的表里边 就应该到时候 只要一键完啊 就应该多一列了 因为它是什么 自动更新的嘛 咱们不是键的是那种update的那个嘛 对不对 好了 看这一列现在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我现在呢 把这个 首尔的那先给它删掉啊 OK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边刷新 然后 这是我们的一个列表显示啊 然后到这边 我们添加 还是那个 深圳首尔科技有限公司 然后普通客户 电话营销 电子商务 然后来个电话 是吧 0755 是吧 1234 好了 电话 OK 然后给它选择图片 啊 就这图片 那现在我们选完了以后呢 一点击保存 你看 是不是回到这个页面了 然后你去最后一页去看 有没有这个啊 是不是有了 然后我们到数据库里边去看 最后一列它所存放的这个路径 那见了吗 这不就有你的图片的一个具体的路径了吗 对不对 OK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保存 并且呢 把它保存到哪去了 数据库当中 对不对 现在就已经可以啊 来实现这个事 OK啊 就是这一段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就给它加了一个属性的设置 就这儿 就这儿 对吧 谢谢观看